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妈妈不在家 你怎么还不去给我烧饭啊 我肚子都已经饿了 你听 我肚子都饿得咕咕叫了呢 乔治 乔治 你看看你 你又让我陪你玩 还要让我烧饭 我又没有翻身术 那怎么办呀 我陪你玩 我就不能烧饭 那我要去烧饭 我可就不能陪你玩咯 嗯 乔治 想想也是 那我可不想自己玩 佩奇 可是 那现在我肚子饿了 怎么办呀 我肚子真的非常饿 佩奇 我想吃东西 我想吃东西 那怎么办呀 乔治 要么我们打电话来叫外卖吃吧 可不可以呢 哇 真的 佩奇 我可喜欢吃外面的东西了 那你赶快打电话 赶快打电话 我都饿得不行了呢 让他们赶快给我送过来 看到乔治 饿得实在是不行了 佩奇也不敢带卖 赶快拿起了电话 叫外卖 乔治 乔治 我的电话已经打完了 外卖估计马上就会送来 嗯 嗯 佩奇 你都叫了什么吃的 能不能告诉我 这个嘛 保密 反正今天会有很多好吃的 肯定是你想不到的 你就等着美食的到来吧 快递小哥速度真的很快 转眼就有人敲门 哇 佩奇 佩奇 一定是给我们送大餐的人来了 赶快去开门 赶快去开门 佩奇 佩奇 这是什么呀 乔治 这是沙宝 你不是说有很多好吃的吗 原来就这一个 佩奇 你又骗人 我没有骗你呀 乔治 还有很多好吃的我还没有拿上来 我要一份一份的往这里拿 当然了 你如果肚子饿的话 你可以先吃这一份 乔治 闻着像喷喷的沙宝 嗯 想赶快把肚子吃饱 可是又一想 佩奇说 外面还有很多的美食没有上来 于是就想再忍忍 看看外面啾啾有什么吃的 佩奇又拿来了一份 这个好像也是沙宝 只是给上一份的沙宝 做法不同 乔治看到两份奇怪的东西上来 像是大米饭 可是个大米饭又不一样 就问佩奇 佩奇 佩奇 这两份是什么呀 佩奇仔细看了一看 乔治 我也不认识 我今天叫的是韩国料理 反正他就是韩国料理 具体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 哎呀 不管了 能填饱肚子不就行了吗 说着佩奇又往外走 佩奇 佩奇 你到哪里去 不会外面吃的还有吧 当然了 乔治 今天一定要满足你这个小好吃了 说着 佩奇又拿来了两份甜点 而且是抹茶味的 哇 看着都好想咬一口 佩奇 佩奇 这一下是不是外面就没有了 如果没有了 我可要开吃了 乔治 还有一份 只不过是饮料 哇 佩奇 真的吗 今天还有饮料可以喝吗 那你赶快 赶快 赶快把饮料拿来 看看是什么饮料 原来佩奇要的是可乐 这可是小猪 乔治平时最爱喝的饮料 只是妈妈 爸爸在家的时候 不会给小猪 乔治喝的太多 所以乔治今天看到满满的一大杯可乐 非常开心 还不停的谢谢佩奇 谢谢佩奇 乔治 你就不要谢我了 你刚才不是说肚子已经非常饿了吗 那你还不赶快吃 哎呀 你看 我看到那么多美食 竟然忘记了肚子还在咕噜噜响 啊 佩奇 那我不跟你说话了 我要赶快开吃咯 佩奇也非常饿了 佩奇和乔治 香喷喷的吃起来 好了 小朋友 我们今天的小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